萊豬开放进口已经进入倒数 立法院也即将针对相关行政命令及修法进行表决 国民党主席张启臣说 执政党准备以多数碾压民意 导致国会的决议已经无法代表人民的意见 当执政的多数党准备以多数暴力碾压民意时 国会的决议就不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 更不是人民反对萊豬进口的最终决战 近日有媒体报导台中市长卢秀燕 日前当面向AIT处长丽英杰 表达台湾民间反对萊豬进口的立场之后 张启臣私下会面丽英杰 国民党除了驳斥此说法之外 更痛批根本是有心人士刻意放假消息 要模糊萊豬表决的焦点 那我们认为消息人士故意放这个错误的讯息 让媒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报道出来 基本上就是在萊豬这样的议案表决之前 去分散大家监督的力道 另外也是刻意的透过这样的风声 去攻击卢秀燕市长 郑昭新更直指刻意放消息的人 就是绿营人士 在几天前就透过上节目或与媒体暗示 来散布不实消息 就我们所了解的消息 这样子的一种风声 也是在好几天前 透过好几位各自不同的来自绿营的人士 不断的包括在节目上 以及在跟媒体的言谈之间 不断的暗示 郑昭新直批 绿营人士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让人觉得很奇怪 仿佛他们有窃听器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这样的行为都不是整派的做法 记者温波仁 陈文映 台北报道